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 福音是消息 它是神的大能 就是在于治理 让信的人得救 这就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消息 但听见相信的人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了 对不对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无论是犹太人外边 这就是神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不是用别的 给你消息 信 拯救你 这种能够拯救医治人的 这种消息 就像上帝宣布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宣布福音的时候 信的人他就 当然要有光是单方面的 但是福音宣讲的时候 以条件信的人 当然这个信也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借着信赐人赦罪 赐人生命 没有真理就没有道路 也不可能有生命 先给你真理 拒绝真理的人 哪有什么生命可言呢 没有真理也没有道路 没有道路也没有 没有真理也没有生命 但是耶稣呢 这三个都有 他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 还告诉我们应该活的道路 有真理有道路了 应该活的 但是没有生命也不行啊 要有生命去活出这个真理 有力量行走这个道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 信了他既解决真理的问题 又解决道路的问题 又解决生命的问题 感谢观看